就是這樣 拉四是OK的 然後留意一件事 這個位置會遮蓋這個線丹 它叫起線桿 其實這個 是帶動的針位 上上落落 即是說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穿這個 就會帶不到底線上來 其實這個是帶動底線上落 所以這個很重要 有同學就遮蓋了 一穿穿了過來 為什麼經常上不到底線呢? 因為它忘記穿這個 叫起線桿 記住是由右手邊 穿過去 左手邊 這個叫起線桿 又叫線丹 好了 接著勾進去 可以嗎? 基本上就是跟這個次序 一個N形去 好了 接著 這個就叫針柱 針柱 針柱其實就要兩個位置去穿 這個勾和這個洞 這個洞 這個洞由瓷穿後 好了 將線 卡進去就可以了 它是開口的 就是跟這個動作一樣 卡進去 接著將線打傷線 穿到洞 這支針現在沒有穿 不要穿針 你懂得不要穿 因為保險 因為你現在還沒落梳子線心 就是這樣 真的 我會很快穿一次 好嗎? 好 上屋就不穿了 拉線一樣 拉走了之後 再試 我會給你們三次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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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